好 诸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好 录影请准备 请合掌 对不起 我们先等一下 先站起来向佛菩萨三问讯 来 请合掌站起来 向西方三圣跟大殿的佛菩萨 行三问讯 一问讯 再问讯 三问讯 向主讲法师一问讯就好 请坐 阿弥陀佛 好 请合掌 今天是讲座的倒数第二天 明天呢 我们会点灯 所以欢迎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 就算他是第一次来讲座 也是可以的 然后请合掌 我们先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济 好 一起念 南魔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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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好 请关灯 留中间的白灯 按照惯例是应该念 普贤行愿品 不过我相信各位 普贤行愿品已经很熟了 明天要点灯 然后今天呢 我还要想教阿弥陀佛的禅观 请你专心听 也请你准备好你的念珠 请背起来 第一个 修持 也就是说 你念佛或念咒 仰仗佛力或法力或咒力 然后你念的时候 是可以观想佛菩萨的 但是我今天要教的就是 你待会听佛号 念的时候就专心念 你也观想 到了第二个阶段 我会敲一下引气 叫你把念珠放下 然后专门想阿弥陀佛 今天想阿弥陀的时间 稍微会长一点点 想佛的时候 也有佛的功德 佛有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第三个 到最后呢 我会把佛号又都关掉 然后你就把念珠也放下 就看自己的念头 看念头的时候 就不要压他 也不要跟他保 就看着他 不管他是妄念或善念 你就看着他 就像录影带一样 看着他你就很清楚 那为什么要看他呢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看到一座山 比如说 青山柔佛旁边有山 当你看到山的时候 其实你人一定是在山的外面 也就是当你看到念头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正念很清楚 我们中国人讲 对 对 不是庐山真面目啊 只缘什么 身在此山中 一般人 我们在山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不觉得山很广大 举个例子 你看一条河流 你现在在跑步 你边跑边跑 看着河流 你看到河流的时候 其实你是怎么 在河流之外 这样听懂吗 所以沉中要你看念头 念佛也是这样 很多人有念佛的时候经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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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用功的时候 到最后说 哎呀师父 我阿弥陀佛看得不太清楚 没有关系 有些人念阿弥陀佛的方法不同 有些是听耳朵 有些人是看阿弥陀佛的四个字 曾经有几个佛友问过我 不在这里 在别的地方 他说师父我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想那四个字 这样是一个方法 可是这样想久了 你会很累 因为你心崩太紧 然后他就说 师父我念一念念一念 然后四个字就不是很清楚 那是不是我念佛不好 错 念得很好 就把数字给放下 放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念头 好 在看念头的时候 注意有很多方法 今天我教你一个方法 就是第一个念头 跟第二个念头升起的时候 看中间 举个例子 现在第一个念头是墓语 第二个念头是普团 念头跟念头之间一定有个空隙 你看那里 你不要看念头 你要不要看 一个念头 然后就跟着跑 待会想说 哎呀 今天赶快回家 晚上还要整理家务 你不要想那个念头 你也不要想 哎呀明天我又要上班 哎呀好烦哦 对不对 好像很多事情又没有做 你会有很多念头 没关系 就清清楚看 就像看录影带一样 但是注意你看 不要看念头本身 看念头本身 是一个修行方法 但我今天教你的是 看念头跟念头中间的空隙 你就会看到光明 我们自信当中有光明 但是我们平常心太乱了 我们看不到 所以你要先透过念佛 念咒 福利跟法利的加持 接下来 再观想佛像 接下来 连佛像念珠都放下 最后你就看念头 我会把佛号给关掉 这时候你就安住在 自信的光明当中 所以第一个 你要观想自己 背挺直 身体放松 过在莲花里 这个我讲过 现在就做 第二 你心专注在念佛的时候 你身上就会放光 这是你自信 佛性的显现 就像这张图片 是南川的比丘 他念思维 释迦摩尼佛 你看他虽然 在那边静坐 别人看不到 但是有修行的圣者 跟阿罗汉 跟天龙巴布 可以看到他呢 身上是放释迦摩尼佛的光芒 所以佛从哪里来 是从你的心去意念而出来的 上次讲 以众生因为心 本来就清净的缘故 所以你在清净心中 能够见到佛 上次教的是总相 那今天特别注意 待会儿在念 阿弥陀佛观想的时候 我要特别你观别相 别相就观佛的脸就好 一般人都是观总相 这是一个 比如你看到新红师进来了 你怎么知道他是新红师 这个是光头的 还有披心黄色袈裟 你可以知道大概的样子 你不会说师父一出来 你就看到他鼻子上面 有个青春痘 不会 你是看到他整体 这个也是一种观法 叫总相的禅观 第二今天 你看佛的脸 佛万德庄严 再看佛的脸当中的 这个眉毛 待会儿我会放这一张 那你专注在他 两个眉毛的中间 就感觉在那里 那到时候你修的时候 心很宁静 你会感觉到 有时候你会觉得 整个脸就浮现起来 没有关系 它是透明的 表示你的心 暂时得到 清安 跟短暂时的禅定 然后呢 因为佛的脸呢 这个脸呢 中间的这个一点呢 是整个圆的中心 所以佛教我们要观 观佛三昧海经里面讲 还有观无量寿佛经里讲 观霉尖白豪像 这是释迦摩尼佛亲口教的 这个叫做正观 所以待会儿我会放这张照片 你想阿弥陀佛的脸 先不要想别的部分 当然你平常也可以想 阿弥陀佛耳朵 眼睛很慈悲 阿弥陀佛慈眼视众生 阿弥陀佛身上有万德庄严的万字 或是首佛的嗓上 有千佛伦相 或佛的脚有莲花 是都可以的 三十二相 但今天你先练习再一点 你的心才不会跑来跑去 这样了解吗 我再讲一遍 第一 先要让你念阿弥陀佛 念的时候呢 右手截金刚拳 左手拿念珠 然后呢 你先想整个阿弥陀佛 然后接下来 第二个阶段 我会叫你念珠放下 想阿弥陀佛的脸 第三个阶段 我会呢 提示你 连佛号我都关掉 然后你就想自己的 看自己的念头 今天这练习是这样 好 现在背顶直 请等念珠 请准备好 不要紧张 慢慢来 师父会提醒你 因为你很少这样练习过 先让我准备一下音乐 这是我进步音师 等一下 这个符号你可以在网路上下载 好 背顶直 身体放松 现在开始拿念珠 听佛号就开始 嘴巴不要动 心里念 好 请你醒整个阿弥陀佛金色万丈光明 这叫总像 看一下幻灯片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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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阿弥陀佛 嘴巴不要动 用心念 心的力量是很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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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把念珠放下 然后现在想阿弥陀佛的别像 就想他的脸 脸 然后你想佛 心里念佛 你命中的时候 你手上有没有拿念珠 那并不重要 重点是你心里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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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幻灯片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想佛的两个眉毛的中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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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 D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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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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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看着自己的念头 就看着它 不要跟它跑 也不要跟着压它 就看着它 想你自己也有弥陀的佛性 就坐在一团金色或白色的光明当中 就看着自己的念头 注意不要压它 也不要跟它跑 就看得清清楚楚就好了 看念头跟念头的中间 看到念头的时候 其实你当下正念就升起了 所以你不用压它 也不要跟它跑 念头有很多 没关系 就像河水一样让它流 看念头跟念头的中间 自信的光明就会显现 身体放松 不要紧张 你不要期待你看到什么 这只是转变新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结束了 轻轻地动一下 怎么样 感觉心有没有宁静一点 先不用开灯 看幻灯片 真正的佛身也像彩虹一般是透明的 所以你得观想自己的身体跟万物一切是透明的 教你这样的禅观是很重要的 原因各位可以回去练习 可以请开灯 这三个里面师父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假如以十五分钟做比喻的话 你可以分三段 五分钟念佛 五分钟想佛 最后五分钟看自己的念头 这样叫one section 一个阶段 五分钟你很专注地念 尤其要很专注很虔诚地念 不要拼数字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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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念完三千声其实没有一个声那样你是真正专注念过 而且念的时候你要很虔诚想我现在就要断气了 没有什么东西放不下阿弥陀佛现在就要来接我 你这种生死心很强的时候你的念力也会非常的恳切 而且念力的力量会广大到虚空一般 所以教你这个方法是提升你念佛的品质 而不是永远停留在数字而已 数字当然很重要 我对我的学生跟公开演讲 我也会逼你念三千部普贤行愿品 念三千部无量寿经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凡夫很懈怠 你没有一个目标去努力 你生命会空过 但是在这念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有些人只是在比比数字而已 并没有去反省或去检讨你念佛的效果如何 古来圣导大师念一声阿弥陀佛 嘴巴就放光出一尊佛号 为什么 他完全的清净跟虔诚 所以你应该练习 那念佛的时候你可以在家里听念佛机 或是CD也可以 假如你现在有智慧型手机 耳机也没有关系 不要在乎人家怎么想你 你真正能够把握修行的重点才比较重要 修行不是包装也很庄严给人家看 这个其实还是很外表的 修行是你要抓到修行的方法 就像一个树 你想把它砍倒 你不是永远都在抓叶子 拿到了斧头 对树根一砍 砍对了 他立刻就倒下来 我们断我们的烦恼也是如此 所以建议你先用五分钟念佛念咒 那个时候你可以观想佛 第二个就把它念住放下 静下来就像想妈妈一样 对不对 大师之念佛缘终章啊 讲啊对不对 众生啊 佛菩萨啊 如子亦母 如子亦母 如母亦子 妈妈想孩子的时候 孩子也想妈妈 对不对 就这样你去想佛 你可以想观音 也可以想阿弥陀佛 但一次只有一个 不要一直换 然后你想一下佛 心也会宁静 心就不会急 第三个就把念珠也放下 看自己的念头五分钟 看的时候有些人会可能很宁静 可能有时候你会念头 没关系 那你说你怎么知道时间呢 你可以放个闹钟在旁边 不要有声音 你看它的刻度这样就可以 好 那你看念头的时候呢 只要放松 假如它忘念又升起了 没关系 那你就站起来拿念珠 你也可以惊醒 也可以坐着 然后念佛念佛 念个五分钟 然后再观想佛 再来看念头 你这样练习的以后 它慢慢慢慢慢慢 自自然然就会延长 可能呢 念佛你就变十分钟 观想变十分钟 看念头你也可以看十分钟 所以这样三个算一个段落 假如十分钟 十分钟 那你就可以坐三十分钟了 所以它是自自然然的 而不是强迫自己 那很多人 还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请写下来 念佛永远很急 匆匆忙忙的开始 匆匆忙忙的结束 我现在要做功课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明天快要越打瞌睡 赶快做完 要做功课 不要这样 先回到家 比如说今天奖金 可能很晚了 十点 那你就先睡觉吧 冲个凉 睡觉 早一点睡觉 明天早一点起来 为什么 假如你家人是六点起床 师父建议你五点可以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早起一个小时 尤其在经过一天 身心的疲倦的时候 其实你的念头是很乱的 那你就先睡觉吧 所以不要在睡觉前 才做晚课 那个只是应付而已 那时候你只是想 把数字给念完 好像了了一桩功夫 好了我念完了 其实你根本没有想 这有没有效果 所以我会建议你 假如很累的话 像今天讲座完 回去冲个凉 静坐几分钟 然后你就可以睡觉 睡觉 明天早上 家人六点起来 五点起来 经过一天的睡眠以后 你身心放松休息 你的念头是很清净的 起码你可以静坐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可以做你的功课 而且那样的功课呢 可以让你一天心都很清净 所以请写下来 开始要提升念佛修行的品质 而不是永远停在最初的阶段 是跟人家比数字而已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这一次讲座里 最后一个要教禅观 那各位若想要了解 这些详细禅观 可以上网听我讲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我从零开始教 也可以上网听 显密员工的大悲观音法门 师父已经讲到partify了 你们这边讲座完 我进新加坡 还要讲第六次 那我也全部有详细的教在里面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先看经文 请看 首先先看三十九页 三十九页 前面没有听到莲友 对不起 那就请你要听DVD了 我知道大家很忙 师父没有责备你的意思 我试着真诚鼓励你 在家人本来就很辛苦 你能在百忙中 还可以来听经 师父很赞叹 但前面我讲过的 我就不会重复了 那就请你等以后听DVD了 好 先看三十九页 第二十一行 几二 显经圣德 今天特别要讲 那请问 念大方广佛华言经 有什么好处呢 哇 它的少数 是近虚空骗法界 都讲不完的 好 先看幻灯片 我要你翻回第十八页 好 复习一下 我在part two的时候讲的 请看十八页 第一九行 甲二正中分 分三 几一正式行愿 几二显经圣德 几三 劝主受持 有看到吗 好 请看十一行 几一正式行愿 在第十八页 第十一行 这就开始正式讲 一则礼敬诸佛 二则争战如来 所有的详细解释 好 几一我全部讲完了 今天要讲几二 翻过来 三十九页 第二十一行 几二 显这部经 有殊胜的功德 而且这些殊胜的功德 是胜过一切的经论 所以华言经称为 金中之王 几三 请你翻开 四十四页 四十四页 第二行 几三 劝主受持 劝一切的众生 你都要很认真地 受持这百千万劫 难遭遇的 普贤行愿品 几三在这里 现在翻回几二 第三十九页 看几二 也看幻灯片 三十九页 第二十二行 丙一 较量文经德 丙二 显于众行德 第一个 较量文经德 就是顺着众生 喜欢比 所以 释迦摩尼佛就比说 其他的经论 跟这个比 到底哪一本经论 功德殊胜呢 在你们读金刚经 你会发觉 任何一部经 佛都说是非常殊胜 读法华经的时候 法华经是 金中之王 华言经也是 金中之王 金刚经为 最上乘者 说 对不对 不宜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得众善根 哇 其实每一部经 都很殊胜 佛没有夸大 在这里 较量文经德 把文经两个说 把听经这两个字 画起来 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 说师父 请问 有信徒说 常读经就好 不用听文佛法 这样说法 对吗 这种信徒 是什么心态呢 请法师解说 答案我也不知道 什么心态 你应该问他 可是这个问题 说出了一个问题 重点是 你们啊 都很喜欢 听人家乱乱说 你们都说 你是佛教徒 可是你从来 都不去想 佛怎么说 过去 现在 未来佛啊 都讲三个字 文思修 听文佛法 一指善知识 听文佛法 所以你只要读经就好 不用听文佛法 这样正确吗 你自己想一想 就知道了 我也不宜置评 因为我要讲的东西很多 我想不要浪费时间 再回答这种 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你讲文思修 一指善知识 听文正法 靠你自己 要思维法义 要透过止观 去转化你的身心 修持 对不对 我们都说 我们佛教徒 很多人都说 这个信徒怎么说 那个法师怎么说 答案是呢 都做参考 你要听佛说 你不是佛弟子吗 所以啊 银格说 很多人都是 民间宗教信仰 对不起啊 师父讲完两个文经就走了 我也不怕得罪人 我是法师 我就要讲真话 有时候真话是很难听的 第二个我要提醒你 历代主师都有不同的说法 像应光大师 善导大师 虚应老和尚 每个善知识都有开示 注意 不要用拿善知识的话去教训别人 我也曾经呢 遇到有信徒跟我讲 广青老和尚说 读佛学院是没有用的 广青老和尚说是 他说不一定对的 他不是佛 佛讲法门 无量事愿学 我突然有点激动 我看到我的念头了 有时候啊 末法时代众生 就是乱七八糟听说 听了妖魔鬼怪说 你都不相信佛说 当然佛有南传的报生佛 化身佛 南传佛教 阿安经 清静道论也是佛说 大乘是佛的报生佛说 金刚乘也是佛说 所以这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 看起来矛盾 禅宗这样讲 净土宗这样讲 没有错 你应该去清静善知识 你才会懂得去融通 所以假如这样的连流 只要读经就好 不用听经 那你就回家读吧 跟你讲 你不会开悟的 佛告诉我们 要清静善知识 对不对 依法 而让你做到 依法不依人 然后呢 你要按照文思修而说 好 我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请看 丙一 较量文经德 听经绝对有广大的功德 对不对 请看经文 若善男子善女人 一满十方 无量无边 不可说 不可说 向佛刹极为陈述 一切的世界 佛刹极为陈述 就是向我们 空气壮东的灰尘 那灰尘是很多 你是算不完 那个数量呢 就像无量无边 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的极为陈述 在古印度里面 常常用横河沙数 因为佛陀在横河旁边说法 然后横河呢 是细得像面粉一般 所以佛常常用横河沙数 比如数字 无量无边 一切的世界 最殊胜的上庙七宝 金银珠宝 七宝 金银琉璃 玻璃 车渠 赤出玛瑙的七宝 以及天上人间 最殊胜快乐的安乐 你看有这么多的东西来供养 请看经文 布施 给所有众生 布施是上对下 看幻灯片 是不是用言字变化起来 供养 供养是下对上一切诸佛 耳索一切世界 耳索世界就是前面的经文 以 十方 无量 无边 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即为陈述 这么多 叫耳索 所以耳索 这两个字代名字 指前面 十方 无量 无边 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即为陈述 的所有众生 我都布施 而且他布施的范围是很广大 听好 这样做的功德是比慈祭做的还大 接下来 你经过多长的时间呢 不是一天而已 是每天 经耳索 十方 无量 无边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即为陈述 节 我从来没有一天是断过 相续不断 那请问 这个人功德大不大 当然大 大如虚迷山 甚至呢 来生可以当转轮圣王的 我再讲一遍 就以十方 不可数 不可说 无量无边 极为陈述的世界 上妙七宝 金银珍宝 真最快乐的殊胜安乐 包含十一住行 上供养 一切世界的诸佛 不是只有供一尊佛而已 下呢 不是只有帮一个 马来西亚的国民而已 是帮十方 一切世界 所有的诸众生 那功德当然很大 对不对 能够做这样的供养 或布施的人 那福报是非常大的 那经的时间呢 也怕不是只做一天 经多少 不可说 不可说 佛诈即为陈述节 相续不断 所得的功德 广大无边 好 佛现在笔 请写下来 这还是属于有限量的 叫有违法 就是有数字 有时间空间限制的 当然能做这样的供养 来生一定当转轮胜王的 接下来 请看下面经文 假如有一个人 以欢喜心 听到普贤时大愿 一斤于耳 所有的功德 比前的功德更广大 好 注意听 一斤于耳 请画起来 这里要有性愿形 不是说 你听过一次 听过一次只是结缘 比如说 在佛门早晚课里面 中国呢 课颂根本里面 就把十大愿王 也编在里面唱 一者礼敬诸 佛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供养 四者忏悔业障 老实说 你叫做 因我学语 压压学语 那不叫做一斤于耳 那只是声音而已 这里讲的一斤于耳 是说 听到普贤时大愿 你产生的信愿形的力量 才会有这样的功德 我要讲清楚 你不要说 师父一斤于耳 我常常听 我问你 常常听的话 CD 你看大会 秘书放CD CD应该长翅膀 全部去极乐世界 但是CD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意识 所以注意听 当你家人过世的时候 助念的时候 是放CD 即使这是节节缘而已 你真正应该放CD 要排班人去念 真正有功德 是你的心念佛 放在CD 然后大家都跑来跑去的 我问你 死人会听得到CD吗 答案是听不到的 那是做给活人看的 我是要跟你讲真话 没关系 葬仪色可能不太喜欢我 没关系 你要知道 做了有没有用 你觉得 比如我们在守灵 或做七七四十九天 七天做七 对不对 真正是要至少排 一个人或两个人 敲饮禁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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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的力量 他才会得到 你放CD那边 我问你 你有没有想过 躺在棺材里面的 眼耳鼻舌生意 神识都分开 他听得到吗 答案他听不到的 真正听到 是你用心 想妈妈 妈妈会感受到 你心的力量 当然假如 你放CD 又跟着CD一起念 比如像人很多 因为每个人念的 快慢不一样 跟着CD一起念 那是可以的 可是不能佛堂里面 只放着CD 然后全部没有人跑掉了 那只是什么 做给人看的 可能是做给鬼看的吧 所以一经与耳 这里讲 是经过以后 要有信愿型的力量 那先决条件 那你当然要知道 普贤十大愿的意思是什么吗 所以有听经跟没有听经的功德 是不一样 不然实法型里面 为什么都会要说 受持读诵书写 为他人演说 佛陀一生在世的时候 也没有做法会 也没有做禅妻跟佛妻 更没有做魏赛杰 佛一生在世 每天就是讲经说法 带各位圣弟子 讨论佛法跟禅修 可是每一个人呢 修持都非常好 佛教很兴盛 现在我们佛教 有些地方很好 但是有些地方辨职 都喜欢做给人家看 佛教不一定会兴盛的 你要知道兴盛的目的 是要大家学佛法 学戒定慧 学文思修 接下来再看一下 比前功德 注意听 若父有人闻此愿望 一经于耳 所有功德比前功德 为什么功德很大 你写下来 这个经文就像金刚种子一样 会住在你阿赖耶尸里 生生世世都不会坏 就像你念过一生阿弥陀佛 各位都听过 大智度论有一个故事 过去有老人家 在深山里遇到老虎 他一天念一尘南模佛 经过五量节 在释迦摩尼佛得度的时候 他就现出家乡 而且他是在慌乱当中 念一尘南模佛而已 何况你很真诚 很虔诚的念呢 答案是因为 一念清静心是无违法 超越数字 时间与空间 前面的布施都还有时间 空间还有对象 可是在念谱前十大院 你虔诚的清静心 一念清静心是无违法 所以他讲比前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万分不及一 百千万分之一不及一 乃至于 优波尼沙陀分不及一 优波尼沙呢 是印度的数学 是呢 经过 这样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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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十分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百千万分之一啊 都比不上 念谱前行愿品的功德 你就知道 福建行大院有多大的功德 佛是如来 是真于一者 实于一者 不义于一者 不狂于一者 佛绝对不会夸张 金刚经讲 佛知道有多少的功德 他就讲多少的功德 接下来再看 丙二 显于重行德 分二 请看四十页 丁一 总明法行 请看经文 若父有人 以真正的深信心 把深信心的深化起来 这里信心有深浅 表示你听闻佛法以后 真正了解它的意思 是有深心的 好 这里就回答一个问题 有人也会常常问 师父我念经跟念咒 要不要懂它的意思 那要看 念咒的话不用 那么和来的 那都来呀耶 那么和利耶 它就是要把你世俗的 那个意念的 妄想分别心给取掉 简单的讲像录影带 清洁带 它就是要你 咒约24小时当中 然后透过念佛跟念咒 而入真忘不二的境界 我们凡夫念头 都会落在两边 要么这就是好 要么就是坏 要么我就喜欢 我要就不喜欢 所以这个相对的念头 就是妄念 所以请写下来 以凡夫心 进入圣人的智慧 正入这个 真忘不二的境界 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念佛 一个是念咒 因为你念佛念咒的时候 都是清净念 它不是善念 也不是恶念 善念将来会生三善道 恶念会堕落三恶道 念佛跟念咒 是超越善与恶的 清净念 所以凡夫为什么 要念佛跟念咒 而且你要很认真的念 而且你要以深信心去念 所以当你念咒的时候 其实你不用去懂他的意思 虽然大悲咒语有解释 往生神咒也有 可是中国请问 玄庄大师他们不知道翻译吗 为什么咒语不翻 其实咒语就是诸佛 简单的讲以现代科学讲 就是诸佛的密码 所以希望透过禅定 你的心不再落在两边 所以你念 也一直念念念念 念到你心清净的时候 其实你就入定了 因为你不是凡夫念 你是清净念 第二个 当然假如你 在念经的同时 你念的时候 注意听 念普贤行愿品 或念金刚经的时候 不要去想他的意思 不要念一念 如是我闻 想一下我这什么意思 那叫打妄想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修行 就像录影带清洁带 你一直念一直念 清净的泉水里面 他自然会涌现意思 所以念的时候 不要懂他的意思 但是你念完以后 可以听法师讲的 DVD或录影带 那时候了解他的意思 所以了解他的意思 可以在诵经前 或诵经后 你自己决定 当然 假如你懂了他的意思 再来念的时候 你升起的愿力 会比较广大 就像呢 你听过法师讲过心经 心无怪 无怪 故无忧恐怖 远离颠倒 梦想 究竟涅槃 你念的时候 你的体悟就比 没有听过经的人 比较深 不然小朋友也会念 人之初 信本山 信相近 习相远 然后 对不对 狗不叫 信乃迁 你问他什么意思 莫仔一样 他就跑出去了 你说他懂吗 他可能因为他念四书 一辈子都念 可能他慢慢长大的时候 哦 人之初 信本善 比到人家骂我的时候 或陷害我才知道 哎呀 人性本善 很不容易维持 他会随着 他不同的年龄 而有体悟 所以请写下来 读书 千遍 奇异自现 读经也是这样 你读了千遍以后 你自然会体悟 所以要有深信心 这很重要 你听过 这普贤十大院 再回去念 你的体悟跟功德 绝对跟没有听过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听过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有听跟没有听 念佛念出来的念力 功德也是不同的 还是老实讲 一般法师都不说这个 为什么 跟他很多原因吧 我就不想说了 请看 于此大院寿池读诵 寿是接受 词是每天寿池 读是看着经文念 诵严格来讲叫背诵 就经本合起来 用背的 好 接下来呢 今天我该会讲到四十页的时候 再先看一下 四十页第十七行 物二 别显胜果 这一段 四十八诵到五十二诵 这五诵请你要背起来 因为临命中的时候呢 你是没办法看书的 你要背 背有它的力量 背可以专注 你的禅定力 好 请看回来的经文 受词读诵 乃至书写 普贤十大院的一记 或四句记 它所得到的功德 都无量无边 好 请看经文 在四十页 第三行 好 请看幻灯片 师父又变颜色 然后写ABCD ABCD是我加上去的 从教学的角度来讲 让你比较了解 它的重点在哪里 念普贤十大院 有什么好处 请看 一 A 素能灭除你五无间的重罪 五无间包含 杀父亲 杀母亲 破和和僧 杀佛 或杀阿罗汉 好 先说 杀佛 杀阿罗汉 佛你可能不太容易 假如你破坏佛像的话 也是五无间地狱 起恶心 摔佛像 或烧佛像 这个也是破 五无间地狱 第二个 杀阿罗汉 其实阿罗汉是圣者 他有神通 你也杀不到他 第三个 杀父亲 杀母亲 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这样 因为父母投胎 不管你跟他善缘跟恶缘 可是现在有很多小孩 受到暴力 家庭的父母 这个伤害 有时候他起身心起来 可以杀自己的父母的 当然这是 忤逆 大逆不道的重罪 第三 第五个 可能各位 有意无意会犯的 叫破和和僧 什么叫破和僧呢 简单地讲 就在佛学团体或寺庙 分党派 分适配 然后弄得兴风作浪 那也会多五无间地狱 所以五无间地狱里面 你比较容易犯的是 在寺庙或佛学中心 分党派 弄是非 第五个 很容易犯 假如 你很不信犯了 那怎么办 那一定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到地狱去受苦的 有很多人会听到这一段 就会有点恐惧心 哎呀师父 我不学佛还好 一学佛 就五无间地狱 这个业障很重 那个又罪过 不是 不是这样讲 而是的确有些众生 他动机不良 的确在佛门是造恶业的 所以佛门才有 委托菩萨跟 怯然菩萨 逼 所有世间 你身心所有的病痛 跟种种苦恼 都能除辟 请画起来 所以 普贤行愿品 跟药师经一样 也都可以治你的病痛 那就看你信不信了 你学不学了 当然药师佛的大愿是很好 弘一大师一生 也是弘扬地藏法门 药师法门 华严经 还有戒律 可是他最后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说东方净土跟西方净土 是并不冲突的 有些人念阿弥陀佛 你会觉得他很相应 可是有些人 他就觉得 跟观音菩萨 跟地藏菩萨有相应 没有关系 那我们世间所有的身心的病痛 跟种种的苦恼 乃至于过去的业与烦恼 你都可以消除 西 乃至于你有意无意 学佛前或学佛后 所造过像横河杀树 佛刹即为陈树一切的恶业 包含在家出家 颇生文界 比丘 比丘尼 菩萨界 乃至于金刚称的金刚三昧耶界 你都可以念普贤行愿品 忏悔 所以西藏人呢 红白黄花 在普贤行愿大法会 念很多金 其中有一个 一定念的就是什么 普贤行愿品 而且全部一起 要在短的时间 大概七天 要念十万遍 他是试念祭颂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师子 我已清净生于义 一切片里尽无余 他们念藏文 一直念 一直念 一天可能呢 念五十遍 一百遍 全部的几千位僧众加起来 要念十万遍 然后一起回家 所以这个功德是很大的 接下来再看 第一 一切的魔君 然后夜叉 罗叉 若揪盘图 我上次说过 这个字念图 不念茶 若皮舍舍 若不多等 等就是表示很多 饮血淡肉 诸恶鬼神 皆悉远离 请做一个记号 所以念 普贤行愿品 也可以克服 所谓下降头 或是人家用小鬼陷害你的 这里讲嘛 一切鬼神 西皆远离 请看经文 我讲 一切魔君 这个社会上 越来越呢 多负面的力量 是因为人呢 恶念很多 人碰到困难的 都喜欢 奇奇怪怪的 透过三世英国啊 求神问卜啊 看相啊 看命啊 看风水 当然这个是 尽可原谅 这是很自然的嘛 人都碰到困难 但是师父讲 在这里 我给你一个敬意 假如你真的在人间 这样碰到很多困难 你又不能够相信别人 我建议你相信佛菩萨 拜观音菩萨 跟地藏王菩萨 让梦中 让你看到过去 现在与未来 这是真的 我在很多 大悲观音法门里面讲 我讲一个真实故事 也给你听 就是我们常常会有很多 内心的秘密 或隐私 然后你也想去知道答案 我们讲心有千千结嘛 古人讲 解灵还须 细灵人嘛 以前有一个 马来西亚的人 佛友 他到新加坡去工作 他就住在槟城 然后呢 他就听到师父讲这一段的时候 他就亲自来问我 他说师父 我有个困难 我的爸爸跟妈妈 两个都对我很好 可是很奇怪 他们常常吃醋啊 我对我妈妈好 我爸爸会发脾气 发飙啊 然后三天呢 五天呢 一个礼拜呢 跟我冷战 不跟我讲话 结果呢 后来呢 我就对着我爸爸好一点 我老妈会吃醋啊 我常常为他们两个老文家 搞得这样 就是家里待不住 最后他就搬出去住了 搬出去住了 因为在可能他的语言吧 朋友介绍 在马来西亚 他不容易找到工作 他就到了新加坡 新加坡后来他听到我讲经 不过这个人很奇怪 就是喜欢感应跟神通 叫外道种性的 有一天他就来见我 第一句话问我 师父听说你有神通 我敲他头 我没有 我有智慧 我有大悲愿力 我有菩提心 我的胃肠很通 不要去猜 神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佛陀说过 神通敌不过业力 我明天会讲这个故事 琉璃王公占世家族 东当亚的人很奇怪 都喜欢神通 小神通OK啦 大神通 他还是叫你要忏悔 要拜佛 要诵经 要做善事 这个话我也会说 答案是什么 他就问我 你怎么办 我说你回去拜观世音菩萨 他一生都很喜欢观世音菩萨 他也跟我讲观世音菩萨救过他 他对观世音菩萨非常虔诚 他一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他会流眼泪 那我说你就回去给我念 二十一遍大悲神咒 很虔诚念 求观世音菩萨 连续求一个礼拜 不要中断 问观世音菩萨 我跟爸爸跟妈妈 到底什么关系 变成这么复杂 接下来我想怎么做 好 他就听我的话回去了 你任何人都不相信 你总相信观世音菩萨吧 你不是说你是佛教弟子吗 好 他就回去 真的 每天念二十一遍大悲神咒 连续念念念念念 一个礼拜 到了七天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放光 让他看到 原来他跟他爸爸妈妈 过去是三角恋爱 是真的 我不要讲谁 因为尊重人的隐私 所以你都不知道 他终于懂了以后 他就放声大哭 后来他就问我师父怎么办 那就两个要对他一样好 有买果条的时候 你就要买两份 有礼物两个都要好 原来过去三个人是三角恋爱 错终复杂 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缘 有时候你会碰到困难 尤其写下来 在你生命要搬家 要做事业 或要你做一个决定 会影响你很深的时候 拜观世音菩萨 拜地藏王菩萨 说佛菩萨大慈大悲 地知恨愚痴没有智慧 有这么多条路要走 哪一个路 对我跟对利益众生有些 请你指引我 梦中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 就会帮你显现 这是真的 师父这一生也是这样 在我要建道场 会要决定要朝圣 会要决定很大重大的决定 而会影响很多人的时候 我会很虔诚的念大悲咒 拜观音菩萨 拜地藏菩萨 跟拜阿弥陀佛 然后你心很专注的念大悲神咒 你真的专注念 在念咒当中 智慧就会升起 知道吗 这个呢 比你看 家机福软 还是很有用的 而且还有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 我今天想要不要听机 下大雨 然后呢 我把杯问观世音菩萨 结果说 今天可以不用去 谁说的 那你自己讲的 你不来就讲一句 还说我拔杯 那我问你 以后明天出门 我要不要上班 拔杯 天天都是不用去 是吗 那就不用工作了 笑死了 这叫愚痴的佛教徒 没有智慧 就会空过一生 所以在南沿浮提 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幽冥界众生 请看经文 第一 一切的魔君 夜叉 或是罗叉 有些罗叉是专门吸鬼 吸人的人血 若揪盘图 若皮舌舌 若不多等 这些类似于天龙八部 是负面的鬼神很多 尤其在东南亚 非常的多 很奇怪 所以东南亚的人都喜欢鬼 表示你的恶念里面 很多鬼 的确 我曾经问过老师 他说西藏没有这么多 很奇怪 他来台湾 新加坡 新加坡 台湾 香港 马来西亚 红武法 他说 奇怪 这边很多奇奇怪怪的 昨天又有几个联邮 不要说谁 他跑到他面前说 师父我业障很重 我身上可能很多鬼 我说你心里才有鬼 你没有鬼的啦 不要一直去想鬼 真的哦 你一直想鬼 你将来就真的变鬼 一切为心造 你为什么不想佛跟菩萨呢 或许你会碰到一些挫折 哎呦 师父我不太顺 是不是有鬼来障碍我 答案呢 活见鬼 哪有这么多鬼啊 真的有鬼的话 我问你 自皈依佛法身 不是有十六位善神 护持你吗 你说受戒 三规五戒 五五二十五 有二十五位戒神 护持你 那天都跑去哪里啦 韦陀跟杰兰做什么呢 他们是很静止的 哎呀 欧米佛法 哎呀 所以你对佛法要有信心 一切是你的夜险现 夜宵上海浪一般 那的确你会碰到 有些幽冥界众生 几块 饮血淡肉 所以听好 佛教徒不要养小鬼 这是破戒的 不可以 不论在家住家 我还听说很多道场 为了信徒多 要见到场 表面功德是大悲观音菩萨 后面就是养小鬼啊 我告诉你 这会着魔的 将来连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都救不了你的 好 我就点到为止 诸恶鬼神啊 你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因为 第一 普贤行愿 微神力加持 二 华言会上 佛菩萨会放光加持你 第三 法的功德力 第四 你的善根功德力 加起来啊 这些天龙八部跟鬼神 看到都你会害怕 为什么 他看到你念普贤行愿 你头上放光 然后你是佛弟子 不管你看得到 看不到 你旁边有天龙八部跟着你 所以他会合掌 他就远离 接下来 第一 假如你像中国智者大师 或天台中智者大师 或净土中会员大师 你能够定中见佛的话 那这些天龙八部反过来 就会发心 就像印度尼西亚 或是泰国的非雍女佣一样 清静守护你 他会做你的大护法的 但是你自己要有戒定会 你没有戒定会的话 人看到你都会瞧不起你的 接下来再看 物五 请看四十页第七行 物一 在这边我要讲几个故事 对不起 或是发心清静守护 好 先讲一个故事 先讲文书师利菩萨 我先讲普贤菩萨好了 因为发心清静守护 我先讲普贤菩萨 待会再讲文书师利菩萨 好 有一本书师父可以推荐你 明天我还会再讲一遍 就是 这个 普贤行愿品 这个第三层快要讲完了 那各位呢 上京浩瀚如海 你一定会问我 师父推荐过很多书 你不一定全部要买 不过有几本书是很好 一个考虑 有一个叫做普贤菩萨小百科 是台湾上树林出版的 明天我还会再讲一遍 它很好 就是呢 常常呢 就是两页 一个Q&A 然后有很多图片 现在人都不太喜欢 看太多 又看不懂古汉文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普贤菩萨 手上拿的东西是什么 Q&A 他就会给你讲解 这本书呢 非常好 他也有文书师利表摆歌 请问普贤是名号呢 还是地名 就是一个问题 然后两页回答 现在人呢 太多他也不想看 在这里面呢 他讲到普贤菩萨 一个很了不起的 救了他小孩 请听 扬州时代有一个妇人 严静 本来是没有孩子的 后来呢 他皈依佛门以后 专心读妙法灵华经 然后呢 他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很不幸啊 虽然呢 老来得子 三岁的时候 这个孩子啊 突然眼睛瞎了 他自己放声大哭 他说 哎呀 我好不容易啊 没有儿子 到老来得子 满心期待 养了三年 没想到呢 这个孩子三岁的时候 眼睛瞎了 瞎了以后 他爸爸还是很疼他 可是也变成他一个负担 那因为他瞎了嘛 就看不到字嘛 对不对 所以他爸爸就教他 念法华经的寿量品 就费了呢 很大很大的劲啊 这个孩子记忆也不太好 然后挤住了标题 法华经如来寿量品 就挤了这几个字 法华经如来寿量品 结果很不幸 在随朝的时候呢 南北战争兵荒马乱 在战争的时候啊 因为呢 这个刀兵啊 就是说 就是说回来的 这个战争啊 对方呢 在打仗嘛 不晓得呢 突然啊 没有预告的呢 所以军人就冲到 他的城里面 就那一刹那几天 他来不及 就有孩子 就把家里挖了一个洞 把他三岁的小孩丢进去 放了衣服跟食物 然后呢 盖起来 他就逃走了 不得已的 可是呢 他呢 内心很愧疚 然后呢 因为那时候兵荒马乱嘛 逃命为之样 因为他如果不小孩子 被残起来 你知道战争有时候很残忍 女生是被强暴 孩子是被杀的 然后家人呢 有些还拉去做奴隶的 那很残忍的 就是生不如死 后来呢 三年以后啊 战断采平的 结果他就跑回家乡 他就想 哎呀 糟糕 我的儿子可能死了 因为家破啊 都破了 战争啊 毁掉了 被烧掉了 然后他很感伤 他就哭啊 一直哭哭哭 然后才想到说 哎 那我儿子呢 不知道还活不活 假如他活着的话 那是不幸当中的大幸 可是啊 如果死的话呢 我起码呢 也应该把我儿子 好好埋葬啊 因为那时候呢 是来不及的 结果 他就赶快挖地窖 结果一拉的时候 他听到啊 有人在叫的声音 结果呢 他吓了一跳 他以为那是鬼 一打开来 哦 原来是儿子 而且长得肥肥壮壮的 而且呢 他眼睛突然好了 他叫他一声爸爸 他说 你看得到我吗 他就看得到啊 这时候啊 他悲喜交加的 抱着他 放声大哭 就问他儿子 发生了什么事啊 他说爸爸 其实我也不知道啊 你走了以后 其实我很紧张 恐怖不安 我每天呢 就在这个洞里 等到晚上的时候 我再跑出去 然后呢 白天我就躲回来 然后呢 我因为害怕 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只记得你教我的 法华经受量品 法华经受量品 我就一直念 一直念 一直念 念到有一天啊 有一个人骑着大白相来 来看我 而且摸着我 他好庄严 像一个菩萨 他不知道他是谁 就说有个菩萨 骑着大白相 浑身放光 然后教我一个字 一个字 一个字 一直读 我如来受量品 我全部学会了 然后我的眼睛就好了 然后呢 而且呢 那个人还帮我呢 读了一部经以后呢 人跟大象就不见了 而且他来过好几次啊 这时候他爸爸 对空跪下来 放生大姑 那是谁 普贤王菩萨 救了他儿子 而且帮他看孩子 看了三年 这是真实的故事 所以你要对佛法有信心 这是在古代随朝发生的 你注意听哦 你不能说 好了 以后我不养儿子 丢到庙里 给补仙菩萨养 不可以这样 接下来 讲文书施利菩萨 跟我们讲 能灭除一切五无间罪 所有世间身心的病痛 一切的恶业跟苦恼 都能消除 好 我现在讲文书施利菩萨 在唐朝的时候 对不起 刚才讲 普贤菩萨 很了不起 大家知道 文书施利菩萨 给各位看文书菩萨的表象 这是我最喜欢的文书菩萨 五台山 这张是师父拍的 然后呢 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叫法云法师 他是赵氏的儿子 他从小很善良 很淳朴 因此呢 每个人呢 对他有褒贬 和赞叹 他因为很善良 他就不太在意 这人心里很好 可是很不幸的 小时候还很聪明 结果没想到 越长大 越呆呆的 记忆不太好 到了十二年那一天 十二岁那一天 他的爸爸妈妈 真的生气了 这个孩子跟他讲什么 转个头他就忘记了 叫他去呢 提水 然后转个头呢 就呆呆的在那边 又跑掉了 他想这个孩子 小的时候很聪明 怎么越长大越笨呢 可是他爸爸妈妈 是个佛教徒 跟五台山华岩寺 静觉禅师很有缘 因为他爸爸妈妈 常常跟寺庙做一工 那跟师父很有缘 最后他就跪下来 求那个静觉禅师说 师父啊 我的儿子 可不可以让他出家 那静觉禅师一看 其实这个孩子 相貌非常 五官很端庄 只是真的是有点呆啊 不过呢 他觉得他适合出家 他说好吧 那我收他做徒弟 出家以后呢 因为他什么都不会 可是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师父叫他做什么 他都很认真去做 每天要搬 搬柴啊 挑水啊 然后一直工作 一直工作 从十二岁一直出家 出家到三十六岁那一年啊 很不幸的 他连大殿的早晚课啊 都不太会念 念念念念念念就忘记了 大家念大福顶神 露言咒啊 大悲咒啊 念大悲石角咒 念一念 他师兄只是给他 对不对 他一下 晃个神呢 又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就是他就跟人家做 那他的师父看了 也是摇摇头 所以他师兄弟就笑他 你笨得像一头牛 很多师兄弟就欺负他 就他师父看在心里 他觉得 哎呀 这个孩子哦 心那么善良 相貌又这么庄严 一定是业障很重 然后呢 就跟他说 来来来来来来 就鼓励他 说修行不要气馁 就跟他说 好好用功 你拜文殊施力菩萨吧 因为在五台山嘛 拜文殊菩萨 你就会有智慧 拜文殊菩萨 人家就不会笑你笨 是牛 他是蛮有善根的 虽然很笨 什么都不记得 他师父这么一讲啊 就戳到他的心 哦 我还有个希望啊 可以拜文殊菩萨 所以他变成 每天啊 大家睡觉的时候 比如说晚上九点 洗灯的时候啊 他师父就叫他 在大殿拜文殊菩萨 拜一个小时 他师父在旁边 静坐 念佛 然后看他拜完 一个小时以后 才让他去睡觉 你看以前的师父啊 是很慈悲的 有一天他都想 我的子子是那么愚钝 像这样下去啊 常年也越活着 在世间又有什么意思呢 因此他就升起了 在拜文殊菩萨的时候 就想说 师父 我想去朝五个台 我想亲自见到 文殊师利菩萨 可以吗 他师父讲 哇 这个好徒弟 虽然什么都笨 什么都不会 道心很好 他就师父呢 就帮他准备好 道粮 以前人呢 就包一个包包 里面放干粮 他就告诉他 你就去拜五台吧 就他日复三步一拜 三步一拜 然后呢 就心里念文殊师利菩萨 有时候天气冷了 他也不觉得冷 肚子饿了呢 吃一点干粮 有时候 他没有房间睡 就到寺庙去挂单 可是他有个习惯 一到路上就问人家 请问 请问 你知道文殊师利菩萨住哪里吗 人家说 人家说 你这个牛啊 真是笨死了 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都知道文殊师利菩萨 我自己先去看他 我怎么会告诉你呢 可是他还是这么老实 这么单纯